还有两天就交论文了 说好了分工合作 你们一个个在干吗 除了会吹空调 你们还会干吗 空调不对着你们 所以你们当然嫌热 我要回家 怎么了 终于出轨了 我 什么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没有 找他去 我跟你们说 昨天晚上我梦见他出去 跟别的女人搞事件了 你晚上没回来 你也不劝我 人家刚才还不经意地 问了问他 居然不否认 你做梦 然后再去承认了 也没有 他刚才骂人家脑子瓦特 那他为什么不否认嘛 他就是做雷心虚 我看就是你脑子瓦特了 你就作吧啊 你男人作光算了 朗朗 我作吗 你也不劝我 行啦 咱们还是赶紧想想要采访谁吧 什么采访 熟悉小作业 论文完成前不可擅自离校 那我怎么办嘛 我要回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好好好 那个 范青舟师兄怎么样 大学四年你屠傻 对于他这种 现在还住在学校旁边的人来说 应该很有发言权吧 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我就是想 试试 所以我做了试试 没 没了 你们说的都没错啊 你看那个梵小语 不就一直想独立 但是又没办法彻底独立吗 没事就想瞎折腾 夏朗朗呢 说到底 就是想赚钱 所以在她眼里 范青舟做爱她 就是为了钱 再说大姐 大姐拼命地在学校 扮演三号学生 无非就是想毕业之后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范青舟又成了她 假设的理想主义雕竿 似乎有了理想主义 现实就没那么不堪 可以啊你 说得头头是道 那你还没有说人家呢 我呢 你呀 跟你讲 你巴不得大学四年 都跟我走完结婚生子生子 再生子的位置 生平生子 所以啊 在你眼里 你看范青舟的时候 也不觉得她是恋爱呢 觉得她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的 说到底 你们口中的别人 都是你们自己 我跟你说我还没原谅你呢 要不是让你帮我 帮我给我妈点那个句话算 我才不会给你出来 不会给你喝东西 不会给你吃饭 不会给你吃饭 反正我就是没有原谅你 没有原谅我 那 不是 原谅我什么呀 我忘记什么来着 行行行行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跟女孩拍照 我拍她你不乐意了 对 好像是那个 那上个月的时候 我忘了 睡觉之前给你送完了 对 不不对 那是上次的时候 我好像是 笑在梦里 在梦里 我 出轨 我出轨 是不是出轨了 我出轨了 我不能 我没用 你 就是 樊潇晓鱼就是 汽传出名的大变虚 最好全天下的男人 都围着她转 我刚听隔壁的人说 他们的论文接法就能赶出来了 咱们怎么办 跟你俩说话呢 怎么那么日了 十秒块都关了 回来了吗 有没有从邓老师那边的语言信息啊 我不知道你别问我 怎么了 你下午不是去找邓老师吗 空调是无关了 怎么那么热啊 为什么要关空调啊 是啊 真死了 还温暖怎么写论了 真的很热 那原文气在你那儿吗 不是 不是我不管 空调关了 你到底要关空调呢 有必要这么解释 闷死了 又闷又热 怎么写论了 吵什么吵 空调我关呢 还有两天就交论文了 说好了分工合作 你们一个个在干嘛 你就知道问这问那 你自己干嘛了 你 去图书馆翻资料就刷手机 回来翻资料还是刷手机 还有你 说好了找邓老师要思路 你要到什么了 除了会吹空调 你们还会干嘛 空调不对着你们吹 你们当然嫌热 大姐 你怎么了 水逆啊 水逆啊 你这二怎么想怎么想 反正还有两天就要交入冷门 交不出冷门 大家一起补给个冷门 你看这个 妈呀 哇塞 这四眼市中蛮厉害的嘛 嗯 这是雷子的 雷子都比我们厉害好不好 又厉害又低调 咋不上天呢 我跟你说 范青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 大姐 你想笑的话是可以笑的 好了 我们几个为一个论文搞得不愈快干啥 对吧 就是 不气了啊 大姐是最好的 我给你落落剑 我们赶快把它写完 我们的假期就来了 来吧 干活吧 好 那天晚上我羡慕着大姐 我羡慕她一眼就看穿了范青舟 读懂了她的故事 而我跟她斗了两年 却依旧对她一直半见 但我不知道的是 大姐也在羡慕我 因为范青舟把故事说给了我 范思眼 不管你人生如何大起大落 希望你无论多久还是少年 多少年也没有一丝丝改变 希望机智的我也永远如此 你现在惦记樊潇雨有没有事 我跑前跑后的 你惦不惦记过我 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事啊 你有什么事 我为了咱俩的事业孤注一掷 你有没有想过咱俩不成功该怎么办 我没说一定要成功 不成功咱俩在这儿干吗呢 天津吃海鲜味的方便面 我告诉你我宁愿吃方便面味的海鲜 大学四年 岩碧一年 待业又一年 钱没赚着吧 牛也没泡着吧 你知道我爸天津怎么说我吗 说我试试试试 天津就知道试试 你再不务正业一个给老子试试 还说我 你要再找班工作 赶紧回家 随便找个班上得了 天津也不知道你在冲击晃悠什么 晃悠个啥图个啥 我现在连我爸电话都不敢接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你要什么 你没有什么 我 No 你不知道 你不要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